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中南屯有一间开业将近20年的海鲜台菜餐厅 连续4年都受到了秘密客的青睐 获得了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的殊荣 招牌的白昌米粉芋 米粉滑顺 芋头软绵 搭配了细嫩的白昌鱼肉 还有古早味的汤头 让客人是爱不失口 甜点表现也是不慌多让 拔丝地瓜一口咬下 外冰内烫 香脆的外皮包覆着绵密香甜的地瓜馅 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 菜色都很不错 然后这个鸡翅皮薄 然后肉又嫩又多汁 真的是蛮好吃的 我住附近所以我是常客了 老师傅的那个汤头 真的吃出阿嬷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古早味好吃 烘派好料一口接着一口送进嘴里 客人吃了好满足 麻油沙姆 桃板鲜虾 古早味芋头米粉汤 焦麻鸡翅 到甜点拔丝地瓜 到到台菜更征服秘密客 连续四年获得米其林餐盘推荐 很家常可是又比我炒得好吃 虾子我们几乎都是必点 它虾子很新鲜 我给你核对一下是金瓜米粉对吗 然后肉丝蛋炒饭一个焦麻鸡翅 一个水莲 一个菜脯蛋 这间位在台中南屯 文西南五路上的台菜海鲜餐厅 前场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老板兼厨师的黄建宏 则穿梭在后厂指挥 煎 煮 炒 炸 应付忙碌餐席 一斤的白苍的话 它的油脂够 那也比较厚实 白苍鱼愿入油锅 在高温热油中语动身躯 炸到金黄维酥 呈现半熟状态 接着大甲芋头接棒登场 基本上所有的料 像白苍啊 芋头啊 这些都要炸过 因为我本身屏东人 那乡下的一些口渣米 米粉 淡酥 湿木鱼丸 蒜苗 再铺上整尾白苍鱼 和炸酥的芋头 焦灵熬煮两小时以上的 独门高汤 最是灵魂 用大骨头跟鸡骨头下去熬 那里面会添加我自己 独门我自己配的白胡椒粉 喷香滚烫的芋头白苍米粉 米粉沾进了鲜甜汤头 滑顺好入口 细嫩白苍鱼肉炸得香气丰润 煮到烂的芋头 用筷子轻轻一拨就分开 搭配浓郁的汤汁 让人垂涎不已 那个白苍米粉小时候我妈有煮 那它的味道还满像 我怀念的那个味道 米线的口感很好 味道也非常出色 不错 米粉汤也成为米其林 推荐的菜色之一 人称阿红师的黄建宏 高中时听家人的话 念的是气修科 毕业后到车厂上班三个月 整天提不起劲 他知道自己并不热爱这份工作 便下定决心转行 那时候我听到蛮多大饭店的厨师 月薪都蛮高的 那时候就跟同学两个人一起约着去学做餐饮 那时候当学徒很辛苦 那中午两点空班到五点基本上是没空班 对 不休息的 就是一直做 把所有的责任自己把它做完 黄建宏待了粤菜 穿菜 江浙和台菜十几间餐厅 努力学功夫 到最后当上饭店主厨 这道麻油沙母就是综合所学 像这个拌圆形 这个是属于母的 那煎的话就是公的 对 那些蟹的话就是要清壳 清壳比较饱满 黄建宏俐落地把沙母大蟹八块 满满鲜橘蟹膏出来剑客 丢入锅煎煮所定甜味 北桿麻油 然后先螃蟹要先煎过 表面上把它裹住 让它的甜味不要流失 然后再用姜下去爆一爆 加米酒 浓郁麻油香气 凸显沙母的鲜甜 蟹肉软嫩多汁带点Q度 每一口都尝得到润泽丰美的 橘黄蟹膏鱼韵十足 它应该是新鲜 所以它肉质是Q弹是鲜甜的 不会像一般冷冻的 黄建宏和许多师傅一样 始终有个开店梦 17年前鼓起勇气 在台中开了间台菜海鲜餐厅 没想到挫折满满 全台湾省热炒一百块 被这个冲击到 对 因为你人就不走平价家人 对 从以前观念就是说要求品质 那一分钱一分货 差到基本上有时候一天都没人 真的 营业额一年赚差不多五千块 坚持品质 黄建宏没有因此调整价格 尤其海鲜就是要熟悉 曾经有客人就是说认为说 虾子都是在厨房做的 那白左的话就变成说都用冷冻的 那我为了让客人看到说 呈现是火的 所以就把它改为用淘板 用自家泡的药酒 搭配枸杞 当归焖煮 活蹦乱跳的鲜虾 逐步转红煮熟 新鲜全在眼前 虾肉肥美弹牙 沾满汤汁 蒜味和中药香浓郁无比 一只接着一只吃 无疑是一大享受 淘板虾 然后现点的 它来啊 还在里面跳来跳去 一看就觉得好新鲜 然后吃起来口感更棒 非常非常的Q弹 这道焦麻鸡翅 也是热卖了十几年的招牌品项 现炸现炒的鸡翅 微麻咸香带着花椒气息 咬一口金黄外皮酥脆 肉鲜嫩 肉汁全被锁在里头 还有这道饭后甜点 甚至好吃到被内行人笑称 是被台菜耽误的法式地瓜点 胡地瓜下锅炸 在果仓堂汁 香柳的地瓜内馅 整得恰好 浸泡冰水后 外皮瞬间变得香脆 一口咬下 外冰内烫 吃进嘴里满是幸福感 加入那个冰水之后很硬脆 然后里面又那个 哇 这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它切得很大块 然后那个 它地瓜也都有挑选过 所以它的都蛮松软的 而且蛮甜的 最终就是坚持品质 把口味够好 开业将近二十年 从一年只有五千元的营业额 到现在常常都是高棚满座 王建宏走过低潮 把坚持和用心 关注在每一道台菜 用三十年的好手艺 继续唤醒更多味蕾共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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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